美国司法部周三公布 中国科劳福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向美国出售了14多万个伪劣KN95口罩 若指控成立 最高可判20万美元罚金 据司法部文件 今年5月 总部位于深圳的数位电子公司科劳福德 生产并出售14万0400个伪劣KN95口罩 给Company One公司进口到美国 科劳福德声称 其产品具有四层防护 可过滤空气中95%的有害颗粒 并通过了国家2626-2000标准认证 可防止严重雾霾 细菌和粉尘 然而经检测 实际平均过滤值仅为22.33% 3月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成立专项工作组 调查有关个人防护设备的非法活动 且指定了不得囤积及高价出售健康和医疗用品的类别 领导该小组的联邦检察官卡佩尼托表示 伪劣个人防护设备 对所有购买和使用的人都很危险 司法部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将继续努力 找出销售危害物品的不道德公司 并阻止其进一步危害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 此前 另一家中企 今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因近50万口罩出现质量问题 遭美国司法部起诉 新唐人记者 严夕 综合报道 新唯的剧放